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耶利米书第37章 36-37章这一个部分 我记载了耶利米跟一些君王之间的互动 昨天我们看到耶利米按照上帝的吩咐 用口述的方法 然后巴露把他腾写了一些上帝的话语 并且进到圣殿当中来去宣读 当时候的这个君王就是在约亚经的时代 约亚经第四年第五年所发生的事情 当时候的约亚经就对耶利米的话语 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并且听到这一个宣读的时候 才读了前面的几段三四段 就把刀把自己的书给割破 然后丢在火里面来焚烧 这是约亚经对耶利米 对上帝话语的一种的反应 上帝要严格的审判这个的君王 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一跳 就跳到西底加王做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耶利米书并不是按照年代来去书写的 所以我们要在这一方面要注意 那西底加王做王的时候 就派人来去向耶利米 请耶利米为他来祷告 这就是37章这里所记载的事情 当时候的背景是这样的 巴比伦在围攻耶路撒人的时候 当时候这一个的法老就派兵出兵要帮助犹大国 当这一个法老派兵的风声来到巴比伦的军队的耳中 他们就离开 暂时退兵 当时候的这一个的气氛就好像解围了 没有危险了 西底加王也很高兴 整个气氛就存在一种好像打胜战的一种的情况 在这一种的在这一个的时候 这个西底加王就派人来去见耶利米 当时候耶利米在哪里呢? 圣经说因为这一个战时结围 那个危机战时结困的时候 耶利米就回到他的边雅明去 他说他要在当中 圣经说第12节要取到自己的地业 怎么知道他去到边雅明的这个地方 就被那边的守门官把他给抓起来 囚禁起来 那么国王是在这一种的情况当中 来去对他说话 把国王派人把他从当中给提出来 带到自己的皇宫里面 就私底下问他 上帝有没有什么话领到他们 因此耶利米就对国王说了 前面就是在第3节 这一个当中所提到的一些的话 上帝对耶利米所说的话 上帝告诉耶利米或者透过耶利米 把这个信息传讲给西底加王 告诉他们说 不要因为迦勒底人离开 就以为问题解决了 法老的军队必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而巴比伦的军队要再一次的领到 这是在第7节那边所记载的这个经文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一个的西底加 或者说耶路撒冷就要被贡献 这个国王西底加也要被抹去 被放在 交在巴比伦的这个的手中 这是耶利米对西底加所传讲出来的信息 而在这个情况当中 这个耶利米就向西底加做一个要求 要求他什么呢 要求他不要把他交回到 这一个本来囚禁他的这个地方 免得他死在那里 而西底加王也答应了耶利米 把他就留在王公护卫兵的院中 每天只给他一个的饼吃 西底加有没有听耶利米所传讲出来 他在警告提醒的信息呢 其实在经文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 在第2节 西底加他的臣谱和他的百姓 都不听从耶和华 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 他们不听从耶利米 换句话说 他们不听从耶和华 上帝所透过耶利米所传讲的话 他们并不是不听耶利米 他们就是在里头 不听上帝自己的话语 弟兄姐妹 我想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种的现象 人求问上帝到底想要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想听从上帝而来的声音 我们阅读圣经 我们想得到什么 我们祷告 我们想得到什么 我们是单纯的想得到从神而来的信息吗 或者我们只想得到我们想要听的信息 像西底加 像这一个的国王去寻找耶利米 他盼望得到什么信息 他盼望得到平安的信息 但是这些都是假先知所传的信息 耶利米传的是从神而来的话语 刚好就是西底加王所不愿意聆听的 而西底加就选择 ignore 不接受 或者不聆听 不遵守耶利米所传讲出来的话语 弟兄姐妹 我们读圣经 我们想听见什么 我们想听见歌功颂德的话 我们想听见安慰的话语只是这样子而已吗 又或者我们正式敞开在上帝面前说 神啊 我们愿意亲近祢 求祢向我们的生命说话 而神有些时候的话语是会带着责备的 有些的话语是带着严格的提醒 你跟我 又是否愿意接受神这样子的一种提醒 一种话语的领导我们呢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要更多的谦卑我们自己 以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听自己想听的 我们是听上帝要对我们生命说的 我们想听的 有些时候会欺骗我们自己 上帝的话语 那才是最真实 那才是最可靠的 愿神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神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祢的面前 不管是祷告敬拜 但愿我们都谦卑聆听从祢而来的信息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